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李孔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柯伟蒙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一次性的留言 这节目就说说这个马克龙 都不止吃了过期什么药 现在相当勇武 常常都说出兵 出兵 出兵 跟俄军打 这个感激人 出兵 但欧洲好像没有什么盟友扫他 不关我的事 也不关北约事 连拜登也不差你 波罗的海三所 一齐去 他出口而已 出口而已 对吧 原来这个法国总统 意愤他曾经说不排除 向乌克兰派兵和俄军作战 引起了全球一片哗言 结果他日前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 再次对这个出兵论作出回应 总之不排除法国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性 因为法国的目标就是令俄罗斯没有办法战胜 在谈及中法关系时 他发觉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 中国对全球气候和稳定 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学人也刚刚发表了这篇专访 被问到你是不是仍然坚持自己出兵的观点 好像很多盟友都不支持你 他就不理了 我说过的 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人 即是指普京大帝 他也说好不容易问 我们泰国有语了 所以唱一首 谁人定我去华楼 不再犹豫 不再犹豫 马克龙 心中的宇宙 定我心中的兵力 只可扣两手 向普京揮手 你大事了 你向他揮手的时候 会否普京大帝真的一天 跪下呢 说笑而已 应该不会 也不需要跪 我们为了 那些不会限制自己的 这些人士 而限制自己的行为 是不行的 即是普京不限制 为什么我们限制 是说真的 他不是进入你欧盟的福地 是吧 他始终有条底线 我重申一次 我相信普京 知道北约和欧盟 是条底线 到此时此刻我都相信 我们的能力 慢着 我们的能力是值得信赖的 因为我们会继续提供帮助 为乌克兰提供 抵抗俄军的手段 他也说 我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 就是 令俄罗斯没有办法 战胜乌克兰 这个也是很难说的 这个战胜 的定义 的定义 是 完完全全 可以是大家互相的解释 是不同的 大家不同方的解释 是不同的 但是出兵的解释是很明确的 十五分明确 法兰西大帝 法兰斯王帝 法兰西皇帝 如果俄罗斯 在乌克兰获胜 欧洲不再安全 谁可以断言俄罗斯 所以 我们不应该排除任何可能 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令俄军永远没有办法乌克兰取胜 什么是取胜呢 这个很难说 其实他永远占四大俄占区 你也可以说他没有取胜 他一直占 是吗 他也说 如果俄罗斯人 他突破前线 并且乌克兰提出请求 虽然目前没有 我们 就 有合理的理由 询问自己英文应该派兵 他意思就是要派兵 自己问自己 在2022年北约峰会时 我们就排除过向乌克提供坦克 远程导弹和军用飞机 现在我们是什么样有 而且有些 或者说这个是主战坦克 其实有些已经 不耐用的 已经是退来 现场 退来前线 是吗 以前不做 现在也做了 但一出兵就不能回头 所以排除其他 可能性包括出兵是错的 在2月26日 26个多个国家领导人 其实在法国 首都巴黎 对于乌克兰 的支持会议 大家都有很多东西说 麦克龙一语惊人 他就不排除 北约成员国和其他盟国 向乌克兰派兵 这次他的话是降了一级 他说北约 现在他只是法军 是吗 他知道盟友 撑你 为什么不支持我 为什么不支持我 结果真的没有支持我 这个言论也令到其他西方盟友 和他立即割席 撇清关系 英国、瑞典、德国、美国 全部都说 我们没有这个计划 包括 现任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格 也说 No plan 还有 美国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 多名发言人反复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向乌克兰派兵 和马龙的出兵言论 根本上是一个大割席 三月初 马龙 在接受 访问时 当然是捷克 捷克也是一个激进分子 大家知道 有撑台 捷克 亦提及派兵论 完全支持自己发表的言论 即是 不派去 向乌克兰派遣西方军队 就与俄军作战 他亦说 欧盟的盟友应该站出来 看来就没有 在乌克兰问题上 做胆小鬼是不对的 那你就出了 你就出了 很搞笑 欧盟后来开了会 其实 如果你自己派兵去 那些兵受到俄罗斯攻击 就不会触发联防机制 自己看数 其实马克龙那次挺没面子的 如果 明白 盟友不支持你 只有你自己 波罗的海 捷克那些 那些会支持你之外 你之后再接受访问 就不要再提 还是要来的 还要来的 好像 完全掌握不了 盟友的 民情 老闆 完全掌握不了 你之前说 先出口述 先威力 或者试试水温 威力不得 如果你单凭法国一支 我当你大军 去到那里 真的可以扭转局势吗 真的可以吗 当然不行 经济学人当然有访问他 原来马克龙也说了 欧洲和中美的关系 马克龙也说 欧洲必须变得更加自主才行 不管谁在2025年入主白宫 其实他担心川普进入白宫 欧洲必须摆脱 对美国长达几十年的军事依赖 其实这是明智的 如果你什么都跟随他 你就没了自主权 你看看 你不是 搞到冯德来恩 冯德来恩当然是全面亲美派 冯德来恩这个女人 很明显他跟美国打聋通 你看到 当然 中国他没有证据补贴 就是你隐性补贴 但是 拜登三千多四千亿的 削减通胀法案 的补贴 他就看不到 或者 算了 这样 你说他是不是应该 摆脱对美国长期的军事依赖 这是没错的 因为你要更多话语权才行 他也强调自己更加愿意 主动和中美 选择和中美的关系 而并非被动地强调 其实这句话应该不关中国事 应该是指美国的 要不就 把我推到一边 要不就把我拉到另一边 这样是不对的 即是他站在中间 这样是对的 马哈龙也说很明显 我们不是等他来的 我们是美国人的盟友 我们有时有分歧 但是 你是美国人的盟友 但是他有没有 难听说 除了以色列之外 你们是差吗 真心说 这个世界上我说的 以色列才是美国真真正正的盟友 欧盟是半个 但是我们必须接受 是现实 而且我们一定要尊重这种分歧 与此同时我们与中国有关系 你听到其实 他的意思是与美国有分歧 与中国有外贸的关系 但我们需要他 其实你听这段说话 他就想与中国拉近一点 当然他与美国当然近一点 但是也不能跟中国拉得那么远 也说在有限度的情况下进行谋议 而且对中国气候和全球稳定重大议题 也自关重要 所以一定要谈 这就没问题 当然 你说普京大地的回应 马上有回应 马上有回应 原来 俄罗斯警告法兰西 就说 你这样不行 还有 你知不知道 是谁打电话去的 不是普京大地的亲自打电话过去 匯斯科夫那些 马赫囊这篇专访 是3号出来的 4号 是2号出来的专访 3号法国 国防部长 勒科尔尼立即打电话给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而且谈了一小时 是否为自己老闆补飞 是否很过瘾 不好意思 有点像阿祖 有点像阿祖 阿祖就是了 即是串击了盟友 结果 当然 印度和 日本也有反击 后来他才发出新闻 日本也有反击 我们不是这样 原来马赫囊成为了第二个拜登 法国防部长就打电话给俄罗斯古 小伊古 在通话中亦表示 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和俄军作战灾难 你是否想自己自找麻烦 我觉得他只是口罩 也是 2002年10月以来两个国家防长 之间第一次通话 没办法 老闆说错话 这个突然之间的通话 其实就在前一天 因为当时 当然马赫囊又胡说 另外 俄罗斯外交部法人扎哈罗瓦也说 可能有1500名法军 4月完成集的前往乌克兰 俄罗斯人打蛇除鬼就说 你说是你派 我看到你1500名准备派 是不是 这个就叠入了他的陷阱 本来 俄国佬也很少说 你有派 最多说你是有训练的 虽然以前经常说你有派 已经正式参截 对了 你说你要派 好 那就是1500名法军 已经集结了 打蛇除鬼就说 你要说 不是吗 你自己说得这么口响 幸好 他们的 当然这个马赫囊不知吃了过期什么药 说得这么大 幸好他们防长出来撇一灭火 我们 当然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 这个小育鼓警告他 两个的防长 亦都原来 之前通话当中亦都说 上个月22号发生在 莫斯科 就是 音乐坑的大事件 哦 法兰西 强烈谴责这件 恐怖之事 也对的 因为这些恐怖之事 其实法国也受得不少苦 这个也是聪明的 也叫跟你拉近一点距离 就说我们也是谴责的 我们也是谴责的 但是小育鼓也有说 如果你真的派兵 效果就无法挽回 我相信他不会 而且 我想 因为他整个体系 可能他就讲大一点 之后其他人出来补卧 则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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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应该就没什么 但是 你说他之后会搞笑 也会的 也会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